大家好,我是小老弟老天们,又来聊 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继续来测这个1比1的这个世界的保护壳 那我们之前有测这个Catholic,这个卡特的保护壳 那还是有很多小老弟妹就一直在敲碗 一直在问说,啊你这在哪里买的,啊你什么 你们去虾皮去找,然后这个卖家他的名称是一个动物的 反正你们要自己去找,我们只是评测,我们不要影响人家的生意 还有就是我还是希望提倡正版啦 只是说很多小老弟妹真的都太多对这1比1的保护壳 他到底做到怎样,我们就来评测 然后我可能也会就说,我们这样常在看的这样评测的话 来看一下说他现在做的品质或什么 看到底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就以一个就是说,我可能就是 要怎么讲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常在开箱的来看说 他的这个品质到底做的怎么样,值不值得买 或者是说,他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去留言 好,我们看一下吧,他这个 这大概从大陆这样寄过来的话 大概用虾皮的话大概就是 7-9天,9-10天 好,他这一颗是UAG的,一样是UAG的 然后,这一个壳呢,一样他有送两个这个 USB就是那个充电线的保护器 好,这个不要我们拿开 然后这个UAG的好像他的这个型号好像叫什么探险家吧 那我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包装都包装的非常好 好,我们现在把它拉开 然后这个是我还看起来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他这个就比较像他之前做的那种透明硬壳的这种背板 然后是旁边是这种黑边的这种塑料 而且他是有MegaSafe的 好,那这一个的型号叫做Pathfinder 这应该是探险家是不是,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个壳大概是238块台币 你这个如果正版的可能要2500、2600 这个壳也是不便宜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包装 它是,哇,这也是高防摔的哦,它也是4.8米 好,然后这个,这个什么啊 这个包装盒我们就不看了 我说这个包装盒其实都没用哦 它做在像也没用,抹掉 好,我们先把这个包装盒拿开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壳的外观 我先摸看看 好,大概了解了 这一个壳呢,首先呢就是它这一个橘色 它的这个塑胶的背板,非常的塑胶 要怎么讲 我这关掉电灯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它的这个塑胶 它不像,它不像说以前我们看到的 它的那个塑胶是,好像是烤漆光滑的 就是烤漆的那种橘啊 所以你看那的话,这个大概有点像乌乌的 就是很像是塑胶 就是一个橘色的塑胶去把它用模子 用在这个壳上面 所以这一个背板塑胶感蛮强烈的 所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以为它是烤漆的 所以这一个壳外观 第一个我先看说它这个塑胶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正版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正版的小老弟也可以去留言 但是我来看的话,至少它这个塑胶壳 这个做的算还不错 我看起来蛮不错 然后这个,像它这个螺丝啊,这个星星啊,这个细节 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好 细节做的很好 然后UAG,这个也是蛮好的 做的这个字也是不错 然后它这个有点像这种雾面磨砂的这种塑胶 就是这样 另外就是它的边是这种软的橡胶的这种边 但是它的侧面比较硬 它在这个UAG它的问题就是在电源跟底部会比较松软 上面比较松软 那应该做的都一样 底面是这种蜂巢的这种设计 不过我觉得这个虽然你感觉塑胶感很明显 尤其这个背板很塑胶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做工非常好 以我现在来看 比如说你看它这些颗痕啊,这些什么接缝啊 或什么,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这个里面 机器的割线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小 明显的会比那个上一个我们看那个什么 透明壳的那一个好非常多 然后它的侧面是有这个指滑的这个颗痕 然后是橡胶的那种感觉 硬的这种橡胶这种感觉 比较硬啊,偏硬 然后稍微滑滑的那种橡胶的塑料 但是这个塑料我觉得这个 它不会那个刷刷 它这个塑料我觉得是很好的那种触感的塑料 然后它再摸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做的很好 它这个分得很开的时候 你就不会常压到手 我之前有讲说那个SPEC它那个太密了 你手会痛 我觉得它这个不会 它这个就是有指滑感 可是却让你摸得到有地方可以去摸 不会接触面积不会太小 然后上方这个也有 侧面四个角有凸起就是它的防摔的这个设计 然后它的边呢是四个边 其实UAG的它的边都是有比较高的 就是有这样子 就是有凸起来这样子 稍微有一个落差 都有一个落差 不过我觉得在摸都是非常好 然后这个落差的话呢 我觉得快要接近了 所以我看一下 所以它可以平放 哇那它做的很好耶 它的这个设计就是它这个凸起来的 刚好就跟这个镜头 是切齐的 你看是切齐的 所以你看不到 从那边就看不到镜头 这边是这个都是切齐 所以UAG我觉得它很好 它每一个都是可以 平放都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很细致 做的很细致 只是说如果唯一我来挑剔的话 我会觉得它这个板子很塑胶啊 太塑胶了 就有点像那个 你出去外面那个 地上不是有那个三角锥 或是那种塑胶的啊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个材质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它这个 它这个到底是 我们查一下哈 我随便去搜寻的话 我看不出来 它这个到底是 是什么材质啊 我都以为这个是烤漆 还是它本来就是 这种不是那种 不是烤漆的表面 不过它没有橘色啊 它没有橘色 为什么我就有橘色 好吧 那就我就 不那么不那么要求了 反正这很便宜 它238块而已 然后这个它的 外观我们刚才看过都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重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按钮 是割一条线的 我觉得这个壳的这个做工就非常好 然后它下面有这个吊饰孔 我光看现在 我先不要测测重量 我光看现在这样子啦 除了这个面板的塑胶感比较重以外 其实这个壳我是觉得非常推荐 因为我看它这个做工真的做得很不错啦 以现在我摸到这样子的做工 跟现在这个价格 这个已经算一个非常好的壳啦 你把这个UAG拿掉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壳 只是现在你 你现在要把正品去跟它去比较 所以是这个差异 但是你以这种价格 买到这个壳 我给这个壳摸到现在就很高的评价 因为 这做的真的很好啊 看这个细节什么都 这个明显的比那个透明的好很多 我们看一下它的重量 46.2 不过它是 它是4.8米的 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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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高防摔4.8米46.3 也是非常轻的啦 我觉得这一次UAG有让我惊艳到 就是说它的这个握啊 手感什么 都比我想象中的好 即使它这个是1比1的 我都觉得还不错 好那我们装看看 这个在装的话也是非常的好拆装哦 好我看一下 哇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好 它这个的边啊都非常好 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边 都是非常的平整的 所以这个壳我非常推荐 我到这边我就给它满分了 而且这个摸起来更轻薄 而且它没有像上一个壳 是不是有很多机器的割线 透明的有机器割线 这个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我非常推荐哦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买这种壳的话 哇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摸到现在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客 然后我按一下按钮 哇这个按钮超级好按 哇这个按钮非常 非常脆啊 哦这按钮 这个按钮应该是它这个系列中最好按的 它这个按钮很酷哦 有一个这个这样 立体的这个凸起来这个 你看很脆哦 哦这按钮非常非常好 看一下这边你看 哇这个按钮是 我现在按到UAG 我觉得这个按钮是最好按的 好 然后这个边都不用处理了 非常好的边 它这个前面也是大概就是 它UAG的设计就是这样一点点啊 就是边框大概这样一点点的高度 所以我就比较没有看这个正面了 它都是还是可以放正面 只是我们现在多一点的是看它后面的这种的设计 然后这个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又更好的原因是 它没有做一些什么凸起来的角或什么 它直接把那个凸起来的地方做在这个底端 它底端这边有一块 这边有没有 你看它这边底端做一块 它反而把接触的角把它削掉 所以UAG怎么每一款都做的不一样 我觉得还蛮有设计感的 然后侧面的就是比较高 所以它这个壳 我觉得摸起来啊 比较不会刮手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也非常推荐这个 这个真的很不错 我现在摸到现在 我现在就给这个壳满分了 因为我现在觉得摸着一个真的很不错 你说真的要挑剔喔 现在到这样我不知道挑剔什么 只能挑剔就是说这个背板很塑胶啊 不然就是也有可能选这个 我选这个橘色太塑胶感太重 MagSafe MagSafe也有 然后有小老弟说 它正版的反而MagSafe很弱 然后看我的好像比较强 我看一下这一个探险家的 探险家的这个 我觉得它的MagSafe比较弱 这个探险家的大概是1.25倍 可是没有到多弱喔 我是以很严格的状态来讲说 大概是1.25到1.5 可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到1.5 就是它比透明的 刚才那个透明的再弱一点点 但是它绝对比一倍多 所以它大概是1.25 所以这一个MagSafe 我觉得这样子也算不错了 因为我听很多人讲说 MagSafe的表现 就是MagSafe都表现很差 可是以我现在来看 这个表现是算非常好的 就是中规中矩的防帅 而且它4.8米 再给你们看一下细节 这个壳我觉得很漂亮 这个叫什么 探险家 然后这个壳的这一个精细度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这个壳 我就直接给它100分 我直接给它满分 因为你这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你这个壳 你看到这样子做工什么 一切都是非常的完美 这个壳我看到现在都非常完美 也没有什么机器的割线 然后有吊饰孔 它拆装也很好拆装 而且它的边也是很服帖 所以这一个壳 我非常推荐 可是它是1比1的 啊 这奇怪怎么可以做成这样子 我蛮吃惊的 好吧 那今天自己就到这边了 就这个是什么 UAG什么 Placefinder的 这个是什么探险家的 这个很不错 然后它应该很多颜色吧 那一样我们是评测 还是建议支持正版 但是以238的价钱 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非常非常好的 好吧 那今天自己就到这边了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